哎呀你輪轉天氣 風濕骨痛好辛苦呀 奶奶 我剛剛買了一個最新科技的太空小凌晶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 那就不怕風濕骨痛了 這麼好嗎? 那就多買個分享給二婆吧 太空小凌晶 可以在六創二健康店買到 電話288248400 網址是 3W.HEALTHSHOP.COM.HK 歡迎收聽原網台的自然療法與你 我是Della 今天會繼續跟袁大明自然療法醫生 跟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療理資訊 和最新的發現 讓你和你的家人 都可以享受到健康快樂的人生 Hello 袁醫生 你好 大家好 我們小時候也有 或偶爾也聽到有些人提及過 有些症狀是悼汗 悼汗 悼汗是反映有人在睡覺期間 反覆出現大量汗水 令你睡醒時 衣服和床單都濕透了 但這個問題不是因為你在房間裡很滿熱 或是蓋太多被子 而產生出汗的問題 而是周遭的環境 令你出現了不正常的汗水的出現 有解釋到悼汗水的出現 例如女性的更年期 除了悼汗水之后 也有心肺、面潮紅、經激蠻烈、失眠等 這些情況出現了 但除了更年期之外 例如耐分泌的疾病 例如甲礦、糖尿病 都會出現這些問題 例如癌症 例如淋巴癌 都會引起這些問題 或是一些感染性的疾病 例如骨髓炎、艾滋病等 這些問題都可能引致導汗 甚至乎是因為藥密的副作案 或者是在戒毒的期間 戒酒精的期間 都會出現了悼汗的情況 袁先生 不如你幫助听众介绍一下 如果真的出現悼汗的情況 否同類疗法也能如何幫助解决問題 当然在同学疗法的診所环境 很多時候人們會投訴出汗 很少人會說出汗很多 有什麼醫療 當然我都會有的 如果能夠說出發汗的特徵 但當然發汗的身體是一種正常的生理反應 是要調節身體的温度 最簡單的 亦有一種排毒的方法 所以出汗不是一個病 只不過當你出汗令身體很不適 在這種情況下 我們就要想辦法去處理它 你剛才提及了 很多病之下出現的 所以有時候 重心就是治療病 例如你是霍亂 霍亂有些情況就是 嘔吐、哭、發冷寒 這個資料我們便會想到一些療劑 例如Vervatrum album、白麗露等等 我們很多時候都要看 當然有些人覺得 是因為潮熱方面的導致 這個我比較多要處理 當然病人的主要目的 是因為那種潮熱困擾得很辛苦 不是因為出汗的問題 在同外療法的經驗裡面 有很多幾個療劑 可以說是跟根延期有關的 其中我們常用得著 我比較多的是蜜魚汁 因為蜜魚汁是主要根延期常用的療劑 除此之外 我們也會有其他 譬如南美蛇毒 蛇美蛇毒 可以這麼說 它的潮熱、導汗是很嚴重的 病者是完全發瘋的 當然我也有其他簡單的療劑 如果是這種情況下 我便有這些療劑 還有我們要考慮很多 因為出汗是一個挺有用的症狀 它是反映人的整體狀況 亦可以幫助我們 發行的情況 我們可以幫助我們找一些對的療劑 這是一個有用的 是幫助我們找療劑的其中一個身體症狀 但當然要考慮 譬如一般出汗問題的療劑是217隻 很多隻 217隻如何去選擇 我便要慢慢去找找多些資料 譬如有些汗是蜜魚汁的 有几隻CAMOMA、浪花金谷 其中一個主要的療劑 其實有些出汗是視乎情時間的 譬如有時候在晚上才出現 很多時候 審婚仔都會這樣說 他一入睡 沒多久便會出汗 好了 我們會考慮 他出汗的時間 是不是一入睡便會有呢 如果一入睡便會有呢 那便會有一入睡的療劑 也有些情況就是 那些小朋友一醒便會周身大汗 我常見 我亦都經常用到療劑 就是Sambucus Sambucus的審婚仔是鼻膝膝 發燒、咳嗽 然後晚上便會被迫醒 但他從來發現 他經常有很大汗 那些問真點 他幾次出汗呢 如果他能夠告訴你 他一醒時 大汗便會臨來了 那你就想想Sambucus 這個療劑 所以很多時候 我都要視乎那個特徵 譬如有些汗可能 是到某一個單一部位 有些汗出汗時 會打冷陣 馬前子、拱、水銀 這些是一個大療劑 有時候汗是拼向一邊 很有趣 拼向一邊 我也有幾種療劑 馬前子是其中一個 白頭翁、Palsatela、Petrolium 和質拍、水銀 左邊有Bereto Carb 炭酸貝、白頭翁、Palsatela、China 如果在右邊有鱗 Palsatela 兩邊都有機會 很多時候 我就要了解 譬如有些人說 他出汗是某一個 Sport 某一點 如果能够取得到這個資料 病人某一點 他就會出汗 有幾個療劑 譬如拱 其中一種 Calcarea 鈣型的人 Petrolium 石油 和水銀質白 那些汗是一點的 如果有些汗 令到你的藏丹 都是染污的藏丹 有些藏丹 藏丹都黑了 變色了 有些時候 看看什麽色 通常是啡色 黃黃色 比較常見 但有些時候 是染血色 即是有血汗 血汗是會有的 通常我們的療劑 都是偏向與蛇有關 南美蛇毒 Lecasus 因為蛇 蛇毒 會令到身體內容血 眼頸蛇 這些 跟蛇有關的療劑 通常會出現血汗 當然 有些汗是黏的 如果可以告訴你 汗是黏黏的 我们的療劑 主要是羅馬金谷 Chamomile Digitalis 毛地王 心臟 石蟲 Lycopodium 鸿酸 phosphoric acid 鸿 Varatrum 有些汗是黏黏的 但有些时候有些伴症 例如我说出汗 是戴完便后便会出汗 如果能够取得到这些资料 有烏头 Econyne Corsicum Varatrum 这些都是戴完便后便会出汗 有些出汗 大便那时候便会舒缓 大便便会舒缓 或者有些时候是大便那时候出汗 大家可以看到 在同行疗法有很多迹象 所以如果有这个问题 除了大汗淋泥 汗多到很不舒服 但有些人经常都会导汗 导汗很不舒服 要好地找些疗疗 OK 好 本身出汗就是身体自然的排毒 或者是反映你身体很热的感觉 想去降温 这是很正常的 不过刚才我们提过的情况之后 倒汗 倒汗 真的不是正常的情况之下 而出汗的量也不是正常的状况之下 例如你一间不太满意 又不是覆盖多屁的房间 睡觉时不应该有很多活动的量 而出了睡衣、床单都湿了 这些情况一定要去处理一下 看看是什么事 是否与女性 是否因为更年期的情况 可能只是一个先兆 继续进去其他症状 也可以用同类疗剂 或者在自然医疗里 可以帮助大家做一个很顺利的过渡 例如小朋友那些 每次睡醒后出到一身汗 如果不即时处理到她 或者不找到原因 其实在她的成长过程中 也很容易引起不必要的不适 作为家长也不希望 那些小朋友经常有这些问题 希望她健康快乐的成长 所以刚才一开场的时候 医生说出汗的疗疾有200多种 所以不可能在这个节目中 跟大家一一介绍 介绍了刚才一些 比较常用或常见到的问题 所以如果大家希望 可以彻底解决了身体上 某些问题的时候 同理联法是可以帮助的 除了你们可以听到节目之外 再有些特殊的情况 或者自己不敢肯定的时候 可以找一个专业的同理联法医生 帮你们解决这些问题 就可以得到一个健康快乐的人生 多谢袁医生今天和我们分享 如果各位有些急切性问题 可以打以下这个电话 和袁医生做一个预约会诊 电话号码是25773798 如果想查询刚才提及的疗剂 或者其他健康产品 可以联络我们陆创意健康店 电话号码是28824848 海外的听众也可以透过Skype 和袁医生做一个网上的会诊 可以E-mail到 cssatnaturalhealing.com.hk 预约想重溫我们的节目 可以上我们的网址 www.sourcewadio.com 又或者上YouTube搜寻自然疗法语理 就可以听回我们的节目 谢谢你,袁医生 拜拜 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